那我先拜拜 那我先拜拜 你说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你说我已经 你看 我已经保证了我的头发 三天没有塌下来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 就是疯一样的女子 你说你们好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面条头 你说我今天去玩一玩 都可开心了 我现在头发变面条头了 我们的石井礼盒来了 我的天呐 这个是诱惑 八包鸭脖子 两包鸭翅膀 它的鸭翅膀都是 给你们展示一下先 去夹 它的鸭翅膀 都有这么大一个鸭翅膀 它的鸭脚 都是这么大一个整分的鸭脚 完整的鸭脚给大家 它是有自己的弹性在里面的 有自己的灵魂在里面的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这个鸭脯 最好吃点是吗 麻糬是有些鸭脯 它只有外面那一层 鸭肉是有味道的 它那个鸭骨头吃起来 就是那种就是腥味 就是那种鸭腥味 这个是直接把味度到最里面 先卤 然后后烤的一个 对的 就很好吃 因为它的味道都已经吃进去了 OK 你看它这个鸭脚 我就直接上手了 我的天 这鸭脚一直很诱人 很诱人 我跟你说 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鸭味 鸭脚其实很贵的 鸭脚其实放在这个礼包里 是真的很良心的一个礼包 你真的好喜欢吃鸭味 今天也要加油鸭 很可爱这个小包装 这个包装都会比别的包装 更加时尚一点点 就很可爱嘛 礼盒包装 好 来 我们下一个 这个海浮胜的冻干组合面 你知道刚刚 就是我们家人给我带了一个 一个发糕 你们吃过发糕吗 我吃了一个发糕 半个馒头再加半碗蛋炒饭 我真的是已经快撑爆了 我的肚子 它的面真的里面料 我觉得海浮真的很好 因为我很喜欢喝他们家素容汤 还有他们家粥 粥也很好喝 我冬天卖他们家汤 可是他们卖他们家粥 这卖得非常好 你看它里面的青菜 青菜都是像刚刚煮出来的新鲜青菜 它真的是冻干的一个技术 冻干就瞬间让它冻掉 我跟你们说 你们就听这样一句话 海浮胜是为肯德基和麦当劳等 大牌做代工的一个工厂 他们家专注于冻干做了三十多年 他们家买他们家冻干 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家可以放心 小式鼻毛修剪器来了 女生的毛发管理很重要 然后这款除了女生 我直播间男生 你们一定要买 我的化妆师每天化妆前要帮我修眉毛 因为我很容易长毛发 就是要把眉毛修整很干净 然后第二个就是剪鼻毛 他们就真的用那种小剪子剪鼻毛 所以每天都有 就是会刺出来 就会长出来 那你能不能接受就是很久不剪 然后编一个小片子 你可以接受吗 啊 这种东西就是让你会变成更精致的一个东西 打开按钮我们往鼻子里面捅就行了 我们找一些角落 对就这样转一下就行了 就不要把它塞太进去了 进来一点 给他们看 就不能把它塞太进去 只要在旁边这样滚一滚就行了 好了 那我们就是这样看不到细节 我们来直接在你头发上弄吧 就比如说你看 它是我的鼻毛 噓 我们听 它就会把鼻毛修剪好 嗯 李佳琪同款 我们团队的同款 不是只是我的同款 美少女战士这款真的好好看 每天晚上失眠多么很难睡着的女生们 你戴真气眼罩一起睡觉 你会发现哇真的睡得好香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的每一款都很好看 睡觉前也可以 是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很可爱 是不是超级可爱 哇 一排美少女战士 用这个自拍一下你应该会得到200个点赞吧 而且真的很舒服 它就是那种快速大概15秒到20秒左右就会开始温热 它的温热就是37度到40度左右的一个温热 而且可以温热到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 就是帮助你加热一下眼周环节一下眼部疲劳 它们三个后面好像在后面是假的 我们搞一个 它们超搞笑 它们三个在后面动都不动 它们三个在后面动都不动 月幕之园 泥娃娃的泥膜来了 泥膜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为什么 因为清洁好重要好重要 很多女生每个人会化妆会上底妆会上粉贴会上散粉会上各种各样的高光啊腮红啊等等等等 那我们用卸妆油可以把它妆容卸除的同时但是油脂分泌可能每天都会用 当你有白头跟黑头的时候你的皮肤就会出现一些暗黄啊 包括你的皮肤会出现一些麻麻的 化完妆了就能感觉那种像小竹笋从鼻子里面浮出来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就要用泥膜了 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就是呃就是干的肌肤 其实你的油脂分泌没有像油皮那么多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用在哪里用在它的鼻翼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涂抹好泥膜就行了 薄薄一层就OK了 然后大概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 把它用什么用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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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式 然后再用温水一冲就行了 这一块位置是所有女生完全忽视的地方 这里就是大足足的你们每个人摸这个地方 你们现在给我自己一样的表情 你们现在做好就这样 你摸在这里我给你们说磕磕磕麻麻的 所以这个地方也要做好一些清洁 额头这地方容易出油的 或者是经常有刘海盖住的地方 也用我们的泥膜去全脸覆盖上就行了 如果你是男生或者是大油皮怎么用呢 你是大油皮就直接全脸涂就行了 但是要避开眼周肌肤 因为我们眼周肌肤会比较的脆弱一点点 我已经敷了很多了 不要过门了 你以为你的这个脸比别人的脸要大很多 你刚刚Yuki刚刚挤了一个还留下来脸的大半 你这个我的天呐 丢半张脸 我跟你说岳母君应该很想卖给你这样的顾客 就是可能一个月要回购两次了 梦妆发际线粉来了 李佳琪的粉病产品 我每天都要用发际线粉去填我的发际线 因为这边是今天带着假发 那我把这边的了解给你们看吧 就是发际线粉填你的那个 就是发际线的地方 会让你的发际看起来要很好 这个是一个小蘑菇头 你直接把它 然后滚一滚 然后呢 在这一种地方你可以直接按 按上去 给你们看一下啊 它这个效果真的非常非常棒 你看 会浓很多 比刚刚浓很多 我跟你说我拍大片的时候一定要 因为那种高清摄像 一拍就像脱发一样的 你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去外面 就是很累来去按摩 然后别人把我按头 我说对不起 不要把我按头 因为你知道有一次 我就是很可尴尬了 就是有一个人就把我按头嘛 就开始我们就按下按下按下按 按到后面就把我按头 然后一按头 就把手一插进去的时候 然后他拿出来说 泥巴 你先生你的泥巴 你懂 就是他说 他A了一下 我说完蛋了 我说你帮我按了头 我说我涂了发一线粉 就整个指甲里面都是黑色 波波胶 伊丽莎白亚顿 波波胶来了 它是多重玻尿酸 再加神经鲜胺 再加胜态成分 让你脸部肌肤 保湿不选 长效水肉的同时 来烹饪你的肌肤 它是无水配方 所以它的有效成分 比水添加的还要多 然后美女们 这款产品 从润泽肌肤的角度来说 提高我们肌肤的含水量 让我们的肌肤不松弛 不垮下来 它的质地像绵绵冰的质地 不是油状质地 所以油皮肌肤 和下一代的肥去买它 而且你只要亲戚一抹开 它就化了 然后你只要把它抹到皮肤上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伊丽莎白亚顿 瞬间给你肌肤喝饱水 给大家提前一个底妆 这个底妆非常适合 干皮肌肤 混合性肌肤 油皮肌肤 我不推荐你买 玛丽戴家900目 黑科技粉霜 我跟你们说 现在惠夫姐姐们 都建议一个底妆来的产品 叫做什么 叫做粉霜 因为底妆这种东西 我跟你们说 大家买 就是要买 让你的皮肤真实有效 可以打造出 很高级的底妆感的同时 是什么 是有养肃效果的 那这一款 是玛丽戴家我们的果货 它就做了什么呢 做出了像 底妆印刷术 快速上妆的900目 看 900颗眼睛 已经看到了没有 好 这都是洞洞哦 但是我给你们看 直接我把水 美门 我倒在这个上面 我要清晰一点 好 美门 它不会流下来 你只有压它的时候 它从下面才会蹦出来 它不会从上面去进空气 或者是流水下去 就形成一个网状膜 来保持 这一款底妆的一个持久性 而且和它的一个颜色 不容易那么氧化 很多女生会说 夏天 佳琪我要用面霜吗 我太害怕面霜 因为我很害怕它太油了 可否得推荐一款很清爽又 效果好的面霜 美门 哥利尔斯 金药面霜 牛油果面霜 我一定推给你们 它将面霜的分子 细微级别的话 让它的吸收速度跟同款的 滋味面霜是 快很多很多倍的一个吸收 同样 它里面采用到的是 马油油脂跟天然的牛油果树果脂 作为基底成分 这款面霜 你只要涂抹在你的皮肤上 你会发现它就是像那种冰淇淋一样 一抹在你的肌肤上 就花开了 是的 这款面霜保湿效果真的很棒很棒 所有女生花西子眉笔来了 李佳琪自用款眉笔来了 这一支眉笔我用了两年时间了 你知道是谁带火的花西子眉笔吗 不是我 是凌云 凌云在美人鱼大火之后 就是她用了花西子眉笔化妆 然后很多人都说 凌云同款花西子眉笔 当时我就注意到了 这个品牌就是花西子 然后我买他们的眉笔来用 真的很好用 花西子眉笔它是用什么 是用护肤成分做的一个眉笔 它里面是用忍冬草跟合手屋 你知道吗 那种很便宜的眉笔 我也用过什么9块9毛钱 三支的眉笔 哇一画到眉毛上 不相信自己连眉毛上都可以找到 我跟你们说 这一款产品你一定要去用看 花西子在一年之前 就做了全球最细三角头的眉笔出来了 三角头怎么样 尖尖头画形状 然后那种宽宽头去填颜色 这是他们家以前的眉笔 你要来对比一下 什么叫做古货现在越来越进步了 就这就是进步 谢谢你们明天见 拜拜